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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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时期他写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 这一组组诗作于宋神宗西宁六年 也就是1073年的2月 苏氏是称苏东坡 梅州梅山人 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梅山人 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甚至是美食家 各方面的成就都很高 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 和黄庭坚并称苏黄 和心气急并称苏心 和欧阳修并称欧苏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好 我现在就给大家读一读这首诗 我解释一下 水光炼焰情方好 炼焰是水面波光闪动的样子 方好是正好 有的版本是偏好 整句的意思是 这正好是晴朗的天气 西湖的水波荡漾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闪发光好看极了 山色空蒙雨一起 空蒙是迷茫的样子 下雨的时候 远山笼罩在蒙蒙的烟雨之中 若隐若现 显得非常奇妙好看 欲罢西湖必西子 西湖当然是指杭州西湖 西子也就是西诗 西诗是春秋时代越国有名的美女 原名施仪光 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因为她住在焕西沙村的西边 所以叫她西诗 焕西沙村就在现在的浙江珠济市 这句是说如果把西湖比作美人西诗 那就怎么样呢 请听下一句 淡庄浓抹总相宜 那么无论是淡庄还是浓庄 都能显出西诗的美貌 就如西湖的美景一样 相宜是说西湖和西诗都显得十分美丽 这是一首平起七言绝句 我就以七言平起的吟唱调给大家吟一吟 水光连烟 请放好山色 恐梦于一气 欲把西湖比西姿 但庄浓墨 总相宜 现在作曲家彭丽文为本师谱乐曲 我唱给大家听听 水光连烟青芳好 山色恐梦于一气 欲把西湖比西姿 但庄浓墨总相宜 谢谢您的收听 再会 明天佳剧极绝文笔 我们吟诵千年诗句 让人生自有诗意 古诗之旅 暗幻剧极绰 挺子 暗幻剧极绳 写绵 写继续